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很多的菁果它的能量是很高的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很多的食物都是多反而不是很好 其實適量其實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 你也不要說這個菁果裡面還有很多好的東西 那就回去等一下把它整包都吃完 其實身體的負擔很大 你看它是一個果實 那通常就是皮樣 剛才等一下給大家看 菁果這個甘果類的 然後這是大部分來講是壁果 就是說它的裡面的東西 外殼 油性的這個 然後它分成兩個 依照它的樹堅果類跟果實種子類 一種長得比較像樹上 一個像在那個結的這個果實 珍子 核桃 杏仁 腰果 這剛才大家看來就是腰果這塊 那還有一個松子 大家都吃過這個開心果跟消異果 我們這個常常看到花生 我們有時候看到花生把它脫皮掉 這個底上也都有好的東西在裡面 那剛才提大過 那南瓜籽 西瓜籽等等 那所以在我們提的這個五大的重點 就是選顏色 我們知道我們在吃的時候都常常說 有一個回憶的媽媽的味道 以前我們在比較屬於農藝社的時候 都媽媽的味道就是說 你曾經記憶過食物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當你吃到食物的原味的時候 你就會記得 所以我們可以讓小朋友認識 譬如說讓他聞聞什麼叫烏龍茶香 那這個就是你喝過這個茶之後 你再喝其他人就感覺這不是烏龍茶 那再來就是熱量 也就是說現在有很多的加工之後 他當然有些是要調味 但是如果假設太多的糖 尤其現在 尤其日本 在其他下位大家看過 就是以前都是工作都需要一些熱量 所以糖的補充 因為他的工作的關係可能會問掉 但現在的人不是 那現在的糖如果色質太多的話 都會聯繫起來 台灣洗腎最多就是糖尿病來 那糖尿病就是因為我們在 甚至糖的時候沒有限制 不過在日本就證實 對小孩子的腦部發育是不好的 情緒上也不太好 那再來就是能量 堅果裡面有很多能量的副表 太顯得對我們的腎臟有問題 所以這個過量是不好 所以我們選擇的時候 可以選擇比較天然 現在有講的是這個堅果 那味道清香不吃裡面有好味的 因為他們在烘烤的時候 有時候脂肪酸比較多在堅果裡面 所以你可以聞一下 那聞一下之後有那個油耗味 所以為什麼我們打開之後放在冰箱 原因就是說太陽都油耗會產生 所以你要儲藏的時候 最好是低溫儲藏 那再來就是低溫烘焙跟不油炸的 因為剛剛提到能量很重要 因為我們講熱力血嘛 就是能量博昧定律 當你吸收油脂進去的時候 你身體會怎麼處理 要嘛就是累積在肝臟 要嘛就是累積在脂肪 那那個就是熱量散發掉 所以吃進去絕對不會說就不見了 用什麼方式讓它不見 就是累積起來在肝臟 或者是在我們的白色脂肪組織 或者是用從棕色脂肪組織來散發掉 變熱量 所以有的人比較吃的都不會胖 原因是因為有時候 可能它的棕色脂肪組織比較多 再來就是保存的是要真空跟氮氣 這個是因為裡面如果沒有保存好 它裡面有濕的就是會殘 我們尤其是台灣最近是下雨 容易長這個黃菊毒素 身體本來就有可許的我們叫溶忍度 所以我們一直在檢測其實坦白講真的沒有必要 實際上問題他們就是吃了拉肚子 很快速的反應了 所以尤其是在黴菌 這個黴菌大家都看到 如果已經長黴菌了 你就可以看到 可以不要吃 那再來就是包裝 這個包裝就是要降低它油脂氧化 這是保存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堅果養生但是太多的話就是熱量 我剛才特別提到 油它油裡面多 但是大概目前 大概你可以看到一天吃的量 那一份堅果核桃兩顆 這個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就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的低頭組很多 但是比較運動比較少 熱量本身如果足夠的話 那就我們剛好可以攝取到營養成分之外 熱量也不會超標 所以呢目前來講像 那個奇亞籽或者是南瓜籽 大概是這個量是最適合的 那再來是腰果跟真果跟夏威果大概五顆 意思是說移到這個量呢 大家一定在什麼地方常常會超標 在看電視的時候常會超標 因為你沒有感覺 就是劇情來的時候就緊張 然後緊張就一直從嘴巴塞 可能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裡面的糖 因為它的換算起來 大概吃的量其實是蠻少的 在7分你可以看到有些是比較原味的 那有些呢是蜜汁的 這個卡羅里你可以看到630 627 所以意思是說我們吃的 有時候你吃到熱量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到 這個影響到的就是 你的熱量沒有辦法排除 那再來就是吃調味的堅果要選擇 鹽烤是薄鹽 最好是薄鹽 因為如果是腎臟有問題的話 鹽太多也不太好 你在堅果營養成分裡面呢 我們回過來看膳食纖維是有的 那剛剛提到膳食纖維 尤其是在它的殼上或者皮上面 那再來就是維他命E V2跟V6 還有不飽的脂肪酸 以及礦物質 微量礦物質還有蛋白質 那你可以看到大概熱量 對促進腸胃蠕動 還有改善便利 這個大概適當的量 那再來就是維他命E 有些火腔退彈 還有需要補充的 它這邊也有 然後再來不飽的脂肪酸 就是我們今天特別提到的 對正常生理功能 還有包括腦部神經 就是包括提高我們的腦細胞的活性 增加它的記憶力跟思維能力 這個腰果 花生 還有杏仁 這個是對預防疾病 腦部發育最好的花生 那再來是男性最好的 是像巴西堅果 胡糖 這個是 腰果也是 這個杏仁 跟開心果 所以這個偶爾是一些 對腦部的細胞的發炎 是蠻好的 然後再來是 是剛剛提到 Omega3呢 對抗發炎 對血管的軟化 可以降低9-16%的HDL 就是我們稱的 壞的管固醇 那再來就是葉酸 葉酸呢 可以防止大腦 認知功能的減退 還有軟瓶子 這個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再來就是膳食堅果 一般堅果兩倍以上 它們衣 還有包括血管的 這個暢通 這個也是 尤其是在預防抗發炎裡面 那這個是巴西堅果 可以看到 這個大概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這個 這個 我們稱之叫子化素 或者是 稱之叫 Steel Stero 在Omega3 這剛剛特別提到 這個是在食欲裡面 這個是 那但是它的熱量 比較高了一點點 不然Omega3呢 就是它的含量 不會輸給魚油 那它呢是Vitamin B1 那再來就是這個真果 它是可以稱作是 堅果之王 因為它的 裡面有很多 好的這個成分 包括可以幫助 胎兒的腦神經發育 剛剛就是 其實大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稱的 Omega3的 這個是剛剛提到過了 奶粉中添加量 可以協助大腦的發育 小朋友呢 如果添加這個 其實對他的腦部發育是好的 堅果東西 可以用嘴巴來咬 這個咬的動作呢 其實就會促進腦部的 這個刺激 所以不要直接全部嘗嘗 我們到最後 不要嘗嘗把它打成果汁 其實 那是對我們的牙齒的發育 其實不好 幼兒的咀嚼堅果的時候呢 可以讓我們的大腦 有28%的腦的血液流量 刺激腦部 讓它的血液充足 所以它就可以得到 更多養分 堅果裡面有膳食纖維 對大部分的嬰兒的 腸道的 菌相的建立非常重要 包括母乳林的配方 有這些纖維 對它來講是好的 堅果裡面就是 屬於剛剛提到的 益生子 因為不被消化 所以對菌來講 它就變成它可以吃 那你把菌養好的時候呢 對於腸道的作用 包括我們知道這個腸 是我們的第二顆的大 它們兩個是腦 跟第二顆大就是我們的腸胃 所以堅果是一個優良的益生子的來源 包括剛剛才講 酸酸酸油跟不飽的脂肪酸 這個曾經 醫生也公開說 這個養素餐盤裡面 能夠抗慢性發炎 堅果也可以降低癌症 包括降低這個腸癌的復發率 所以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裡面有很好的抗發炎 還有包括腸道菌相的改變 所以腸道菌相不只是影響到肥胖 跟我們的大腸癌的關係 這個就是它的好處 就是裡面的耗發率的觀測價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